一颗网球飞过来正中女孩的脑门 她被打得像后样 帽针也掉了下来 刚好刺穿她的脑袋 幸运的是 女孩并没有死 但却变成了植物人 姐姐阿代拉很自责 发誓要治好妹妹 在寻求免疫无果后 她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复活传说中法老身边的神医 来救回自己的妹妹 于是她前往埃及和当地居民合作 很快找到墨穴入口 她把藏宝图拼在一起 并根据相关资料和多年的探险经验 轻松找到了机关 门打开之后 一大堆石油流了出来 但阿代拉并没有在意 直奔医生的莫乃伊 正准备打包带走时 却被赶来的警察拦住了去路 原来那两个居民是当地的盗墓贼 警察把她当成同伙 不由分说的要枪毙阿代拉 但她没有慌张 反而对警官说 我应该喝一瓶 为什么不 不跟她 正着点火的功夫 阿代拉击中她的宝贝 并点燃地上的石油 拼命向墨穴内跑去 都没话 她跳进棺材的同时 触发了神秘机关 棺材掉进地下暗河 顺着水流一路前进 最终浮出了水面 逃出来的阿代拉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木乃伊带回来 现在 疑生有了 就差怎么把她复活了 阿代拉想到一位研究埃及文化的教授 她坚称 人死之后还会复生 还出过一本名为 死后是否有生命的书 或许她会有办法 但不巧的是 这时候的教授被卷住了命案中 就在几天前 教授做了一个实验 只见他双脚离地 面前的物品全都飘了起来 带光芒消失时 一只一手龙破壳而出 就这样 教授成功复活了一亿年前的恐龙弹 小家伙在博物馆里盘旋了几圈后 直接冲破填床 飞到了大马路上 对着过往的车辆就是一顿的喊药 导致车辆失控 直接冲进塞拿河里 车上的人无一幸免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 造成居民的恐慌 上头下达了命令 要求警方24小时破案 警察本来是想寻求教授的帮助 却意外在他家里 发现了那只被肉吸引进来的一手龙 一手龙趁乱逃了出去 而教授被当成事件的主谋 直接被关进了监狱里 不久就要被行刑 艾戴拉知道后 顶装成律师 修女 护士 还有食堂大妈 企图混进监狱里 但都被警察发现 一次次的把他赶出去 在他终于成功时 教授却被转移了 原来明天就是执行死刑的日子 除非有人可以赦免他 否则教授必死无疑 于是 阿戴拉找到总统 希望他能够帮忙 可这时 一手龙突然出现 为了保护总统 阿戴拉朝他扑了过去 却被保镖当成 袭击总统的刺客 直接把他拖走了 仔细调查了一番 才把他放了出来 阿戴拉失望地回到家 随手读起小梅蒂的琴 之前他把探险经历 全都改写成小说 获得了一大票书份 小梅蒂就是其中之一 可读着读着 阿戴拉突然兴奋起来 原来这位小梅蒂 按照书中的方法 给一手龙按了一个夹 暂时控制住了他 阿戴拉在他的带领下 也来到这里 并用自己的围巾 成功驯服了一手龙 骑在龙背上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 教授被带到断头台下 正准备行刑时 阿戴拉骑着一手龙赶到 直接救走了教授 几个人来到植物园 准备商量之后的计划 却被总统的猎手发现 对着一手龙就是一将 一手龙应声倒地 而这时 教授的胸口也开始流血 原来教授和他建立了精神联系 共享着同样的生命 现在一手龙受了重伤 教授也命不久矣 阿戴拉连忙把他带回家 教授拼着最后的力气 成功复活了穆乃伊 可尴尬的是 阿戴拉找错人了 眼前的穆乃伊是一位物理学家 并不是他要找的医生 一般情况下 私人医生都是安葬在法老旁边的 阿戴拉绝望了 费了这么大的劲 居然在一开始就全都搞错了 这家妹妹彻底没救了 就在他伤心时 穆乃伊的一句话 让他重新燃起希望 家附近的卢浮宫 正好在展览穆乃伊 只要找到法老的医生 就能够救回妹妹 他们趁着夜色来到了卢浮宫 在穆乃伊的帮助下 轻松打开门锁 直接溜了进去 在干掉几个警卫后 成功找到展览馆 可棺材的顺序被打乱 阿戴拉只能一个个确认 可这些人都不是 而这时法老也醒了过来 阿戴拉向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哭诉着请求法老救救自己的妹妹 说到伤心的地方 阿戴拉忍不住哭了起来 法老感受到他的诚意 再加上物理学家的求情 最终同意了 让自己的私人医生去救治阿戴拉的妹妹 医生观察了一会儿后 直接拔掉了帽针 把妹妹放到石床上 并用法老的内脏混合特殊的药剂 抹在他手伤的地方 用绷带包扎起来 最后再由法老盖章 就算大功告成了 只不过等妹妹醒来后 就得征求她的同意了 没过多久 妹妹终于醒了过来 姐妹俩激动的拥抱在一起 事情解决了 法老也离开这里 准备带着大部队回到尼罗河去 故事的最后 闲不住的阿戴拉 又做成泰坦尼克号 开始了下一段的冒险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